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年第3號的颱風法西 他過去這一陣子持續在台灣的東南方 大概距離有3000多公里的地方 慢慢的往北移動 他有一段時間是這個滯留的 現在來說的話有一點稍微加速一點 預期他未來大概持續往北 然後往東北方向前進 對我們在西太平洋的陸地 大概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我們現在來其實要特別關心台灣的天氣 其實這陣子還蠻麻煩的在北部的朋友 應該感覺到今天一大早起來這個感覺涼很多 事實上這個今天來說的話白天在北部 南北兩樣勤南部都還有23 4度 到了桃豬貓以北就越往北就越濕涼 因為有一些散亂的雲氣在這個地方持續的影響 現在晚上這個雨勢 預估還會持續的再加大一點點 今天就北部偶正雨而已 雨勢不多但是慢慢的慢慢又再下來 整個晚上開始這個南方這些看起來不是很多 很淺薄的水去 遇上這個稍微增強的東北風就開始有一點變化了 所以像今天來說的話你看這個雨呢 比昨天少了很多 不過呢在很多地方呢還是濕濕涼涼的 當然還沒有到冷啦 那比較麻煩是晚上開始呢 新的一波冷高壓 各位來看這個就是冷高壓 又再增強 不過這一波呢 速度是蠻快的 就一兩天 等於是明天呢 又慢慢慢慢的開始回溫 週五的時候回溫的會比較明顯 那接下來呢各位來看未來這幾天 其實 南方的中國南方的水氣是蠻多的 而且呢到了週末的時候你看上月8號9號的時候特別是禮拜天的時候 高壓勢力又再增強 整個冷空氣呢又在南下了 所以 這個禮拜的變化呢真的是很大 而且接下來到下個禮拜 南方還是有一些水氣又再進來 所以整個來說的話 有一點像是有一個波檔式的一個 傾向在台灣附近不斷的會發生 北部攻北部容易有雨 那至於西半部地區呢很容易有一些 局部的濃霧 因為這時候有時候冷有時候暖 這個冷空氣呢跟我們大地的這個互動來說的話 就容易有一些這種冷暖的不協調的地方 我講的不協調這是我們一般的感覺 可是冷暖空氣的交界特別是 海溫跟這個大氣之間就容易有一些霧 這個都很局部型的請大家開車的時候要留意 因為有時候能天度 只有三四十公尺左右 這個開車如果你開太快 沒有開閃燈的話還是有危險性的 台灣未來這幾天呢其實明天還是一樣 北部 北部還有東北部容易有些這個地形上的一個降雨 這個是典型東北季風的這個分布 水氣呢不是很多但是就是毛毛雨 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都差不多 請大家要有一些心理準備啦 當然啦這幾天是 漫漫的雨是慢慢的減少回溫當中啦 但是幾個地方 到北部來看雨 湿湿涼涼的跟南部很陽光很大 二十幾度就不大一樣 那整個風場的部分來說的話 晚上開始東北季風又開始增強了 所以這個風又開始變大 冷空氣又開始又又進來了 不過呢這個大概就一兩天的時間 等於是慢慢慢慢又開始轉為偏東風 慢慢開始回溫 然後有時候的陽光會出來 大概禮拜五的時候 會好一點 不過呢就要留意這個南方水氣的一個影響 所以未來這幾天呢 各位來看一下子晴 一下子多雲 一下子 這個會下雨 所以這個北部呢 天氣變化是比較劇烈的 明天還是比較低溫 清晨呢有可能會下看12度 有一點涼液 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12度喔 12度 因為前陣子很習慣 舒服的溫度 一下跌到12 13度 還是會有冷的感覺 12 13度 預計未來這幾天 清晨的低溫都不超過15度左右 請大家還是有一點冷啦 對我們來說真的是有一點冷 不過對照呢在中國北方 接近北京大概0度左右 我們其實溫暖很多 白天的高溫呢 明天來說的話16度 這跟今天的這個 低溫差不多 預計是慢慢到禮拜五的時候 轉為高溫一點 但是到週末又下跌下去 這是北部的一個情況 而且北部呢 走陣雨的情況非常明顯 南部的天氣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一個台灣 在未來這幾天是兩個世界 整個在這個 週三週四週五週六 南部來說的話都是 17 8度 到23 4度 很舒服的一個天氣 請大家好好珍惜南部的一個陽光 我們應該很建議 週三週四冷空氣再度的增強 特別是今天晚上 不過呢慢慢慢慢開始 4 5的時候就會回溫 溫度再降 早晚是比較低溫的 水氣呢還是蠻多的 北東部 偶正雨 那週五開始呢 目前來看的話就會慢慢的回溫 週末呢另外一波冷空氣又開始進 所以未來這一個禮拜呢 對台灣北部而言 天氣是不會說很差啦 就是濕濕涼涼的 容易飄連雨 請大家呢外出的時候要稍微 一定要帶上一些雨具 那特別是說這陣子 很潮濕 家裡面呢很容易開始有一些 濕氣比較高喔 所以請大家要多開除濕機 好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好嗎? 沒問題